3. 飛行員 2. 公衛 飛行員守護領空 航衣就是守護飛行員 我目前擔任航衣官一年半 我第一次的統稱其實是在空軍關校AT-3的時候 到了二代機部隊 不論是飛的空域 還有它戰術科目的動作 便可能教官有時候會帶到八個軍 同乘到相对应的科目 让他了解到每个科目 我们所受到的飞行的压力 以及身体的感受 以及身体的负荷是如何的 因为他每次的天气 他都会不太阳 他每次的飞行任务也不太阳 所以你会对身体上面的体育上的负荷 他就对你身体上面的负荷会比较大 那对自己在航空一关的期许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飞行人专属加第一次 然后照顾他们的健康